《惠思雅》、鄒家儀、梁雍廷主演的電影 這日舉行優先場 三位聯同導演陳茂妍現身戲院 陳偉、張繼聰、吳韻龍 連思雅、簡武華等藝人也到場支持 Michelle早前獲頒第39屆華鼎獎 最佳華語女演員獎項 這日講起得獎心情仍然難掩喜悅 而近期工作忙到沒有時停的 她更自爆時忙到發生翻錯家裡的烏龍事 可能我回覆訊息,又太累了 我直接按升降機 不知為何空間開了門給我 所以我沒有按摩 進升降機,我按我的樓層 預備摸鞋 為何旁邊的鞋子我未見過 我的鞋子 然後問這道門不是這樣的顏色 我剛搬去,不久 但我記得這道門是甚麼顏色 這道應該不是我家 再看對面,真的不是我家 然後我就回到樓下 原來我去了隔壁座 因為每一座很近,很像的 你要特地看號碼才知道 可能司機又聽錯了我的號碼 我就去了隔壁座 那時是凌晨1點 我幸好沒有按鐘 對,真是幸好 被人罵死了 對,因為我差點一按鐘 對,是誰 對,是誰 誰穿高真是 對,是誰 罵那個 有啊,我回去就跟他說 嚇死我了 我去了第二座 但因為這樣 我現在每次都會真的看 我昨天回家都這樣退後 看一看座數 OK,對了,我先進去 電影有不少催淚情節 所以韋哥都說 他要帶紙巾入場 我真的帶了三包紙巾入場 因為我自己都是因為 這幾年有親人離開 才會接觸到這個殯葬業 這個行業 以前會覺得很害怕 或者很忌諱的一個行業 但是到我接觸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 他中間其實 他真的有很多溫情 有很多這些細節 或者尊重這個先人 去做了很多事情 很吃得尊敬的行業 這次難得 又是我自己 認識了很久的好朋友 陳茂賢導演 他所拍的 所以很希望今次 是入場去支持他 近半年人氣急升的Philip 即將拍攝古天樂的賀歲片 不知Philip在新戲 是不是都會打到飛起呢 以我記憶是 應該沒拍過 賀歲片 這次是怎麼打的 這次 可能有少許動動 不過主要都是文氣 是 打麻將是文氣的 總之不是打麻將 都是 關功夫有關的 不過這次就 文氣多了 之前見你 Vanessa 有什麼時候 很開心 Vanessa每次回來香港 都拿機會去一起見面 她跟林峰之前 在內地做了一個節目 變成好朋友 我又介紹一下他們 變成大家玩在一起 Vanessa第一天看了 她第一天進戲院看 安芝杰等了一段時間才看 你們幾位兄弟會否真的有機會合作呢 在聊天 還有很感謝主 小弟我有個製作workshop 有幾部戲計劃 都有三兄弟 不過都是在計劃 真的有實際的計劃 那時候我就會跟大家說 有段時間沒有拍劇的減澳華 透露有移民打算 不過她就說 目前還想留在香港長一點 因為還有戲癮 我先生都是從加拿大的 隨時都會回去 但我就想留久一點 會否說都心養忌 會否想再拍戲 都想的 如果有好角色 一定要參與 我覺得這些是不能強求的 有就有 沒有就做自己喜歡的事